欢迎网友收看张教练桌球教室 本集主题是控制弧线的四种方法 瑞典选手阿佩尔格伦友言 打球是对弧线的理解 邓亚平说过我打球心中有弧线 可见弧线的重要性 然而网路上关于控制弧线的资料少 幸运底中国大陆李小冬教练在一段教学影片 有提到控制弧线的四种方法 非常值得参考 身体的重心可以控制弧线 弧线有三种 第1种当来球比球网高很多的时候 可以走直线 例如正手杀球 很明显可以看出身体重心由高到低 第2种是平弧线 常见的正手弓球 前冲弧圈 都是走平弧线 要让球走平弧线 身体重心由后往前 第3种是高弧线 拉下旋球或是球低于球台的时候 球走高弧线 此时身体重心由低到高 极球时板形可以调节弧线 例如球出界的时候 板形可以压一些 让球不会出界 球挂网的时候 板形可以亮一些 让球不会挂网 旋转可以调节弧线 极球撞击过多 球容易出界 此时可以制造上旋 让球提早落桌 避免出界 接发球的时候 也可以制造旋转 破坏对方发球的旋转 改变球的弧线 比赛中有时候步伐没到位的时候 可以加强旋转 制造弧线让球上台 影片中 李小冬教练说的力量到板头 实际上是手腕手指调节弧线 看正手拨球的动作会比较清楚 不转球 球拍往前顶 下旋球 球拍往上扬 最后总结控制弧线的四种方法 重心 板形 旋转与手腕手指 接下来